嗨 今天我們是否聽不到有意思 我是萊貞先生 我們最近一直有關注到一個案子 一個台當布農族的王光路先生 他說媽媽想要吃一個真正的肉 他想要吃一個真正的肉 他就趕快去山上打一個薑 一個薑 打給媽媽吃 媽媽94歲 結果又來遇到警察林檢 哎呀 這個一判 五半天三年六個月 而且後禮拜就要關了 怎麼會這樣 畢竟他是原住民 為了媽媽 為什麼法律有時候感覺這麼嚴苛 很好問的是法律輔助基金會 我們簡稱法福 北部位專任律師 林靜雯林律師 律師你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們快速的為王光路先生的事情說一次 你先告訴我們法律是怎麼判斷這麼重 這個媒體在哪裡 這個部分就是 他為這個警察局他就被查獲了 那他的理由就是說 他這件衣服是抓住的 抓住的 因為媽媽說他肚子養吃不慣這個 平地的一些飲食 那他還是想念這個就是山產 所以呢他就上山去打獵了 結果回城的時候呢 這個被這個警察查獲這樣子 對 他打的是那個三槍嘛 對 三槍跟長中山羊 對 這兩隻都是不可以打的嗎 這兩隻其實真的就是野生動物保育法裡面的這個 就是保育類的一個動物 欸律師 我有時候去那個山上玩啦 那也都風景民社 都有蝦炒山薑肉 對啊 我們有吃啊 蝦得很大魚 每天都有蝦 是啊 那都要乖嗎 對 但是這個部分就變成說 他們去打啦 那現在這個案件也是因為說 他這就不是他們這個不農族裡面 狩獵 那個範圍 那個幾個月裡面 還有他的那個寄宜 要做的 就是說 要去獻祭這樣子所需要的 他只是為了他自己要吃啊 他媽媽要吃嘛 所以他認為說這個也不是他的一個 就是 法律規定的一個範圍內 去去做的 所以這個部分他也有違反 這樣 你就規定 所以律師 從我們律師的觀點去看 這個案子的問題 是因為他是我們住民 是 所以說他持有去穿嘛 不是Pro的嘛 對 那不是說 怕給媽媽吃媽媽94歲嘛 是 那這個有跟 要跟法官說 要三年六個月 對啊 因為法官他現在就是說 他這件穿 他這 因為他有去鑑定 他認為這是 抓住的嘛 但是他裡面 他的古照材 是比較好 這樣 也會發射一個 就是說 他會發射自私的子彈 就是說自己自私的 一顆兩顆彈丸 所以他就認為說 這不是原住民自私列強 對啦 再來就是說 他也不是在 受戀維持文化生活所需啦 就是因為說 這不是這個 例外規定 可以寬戴這個 原住民 裡面槍炮彈藥刀卸管制條例 幾十條第一項不法的規定 他也是還回歸一般 在這個 無許可 然後去持有槍炮這樣的規定 才會碰得那麼重 三年七九月這樣 所以一定是牠到兩條 對 牠到兩條 對 所以那個野生動物保護法 因為我們都覺得 那哪有哪沒有 是啊 是啊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也是 都有很多不一樣的見解啦 但是我們這個案子 主要在那個處理上 我們會比較偏向於說 那個槍炮彈藥刀卸管制條例 這個部分 怎麼去等於說 對原住民的一些行為 或什麼再 再能夠更明確的處罪化 這樣子 對 大家很關切這個案 就是說 對 他當然是我們住民的背景 對 對 對 還是為了媽媽 對 真的 確實也有打到 金瓦跟姨瓦 對 我如果要高高興興 帶回媽媽吃 結果 在中途去 林檢 林檢 林檢的警察這樣 對 不過像這樣的問題 我想很多的原住民也會有 有很大的感受說 這個對他們來說也是沒有說白 是啊 所以我看到很多的原住民團體 串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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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一部分的人 好像覺得說 這個也是有一點道理 這是當台灣人的 文化上的不少想 對 因為其實就是在那個 槍炮彈藥高卸管制條例 它是歷經好幾次的一個修法 本來就是說這個部分也是從72年到86年到89年都有一些修法的一個歷程 那目前法律規定就是最後一次修法 最近 不要說最後就是最近的一次修法 就是我剛才說的 如果原住民 漁民也可以 漁民就是捕魚的漁民 他這邊有製造運輸池有自製獵 漁槍 這個部分 工作生活的工具 漁民有時候他不是用漁網 他是用蟹來捕魚的 原住民也是一樣 他爽爽打獵 他不是用得外 他就是用獵槍 那像這個的話 他只是用一個行政法 就不會抓去關 但是這個案件我剛才說過 法官就說 你抓到 你抓到就是抓到 但你抓到就不是那個 不是符合原住民的自製獵 他的定義 所以就變成這個部分 他最近 這個最高法院有一個刑事判決 102年台上至5093 他裡面就有說過了 就是說原住民基本法 十九條 規定說 既於傳統 文化既於自用 可以在原住民地區 去獵捕野生動物的非營利行為 我們這件也是非營利 他就是媽媽要吃而已 對 頂多就是 自己 就是跟媽媽這樣一起吃 就是這樣而已 他也不是為了要這個 去拿去賣錢的 對 那可是他這裡就是說 如果自製獵槍 在我剛才說的那個判決 不是這個案件的判決 他裡面就說 自製獵槍 這個法律其實 無論是用裝填火藥或子彈的方式 前塘槍或後塘槍 這都包含在內 他現在就是說 狩獵又是原住民傳統的方式 現在怎麼有人 他的職業叫獵人 對不對 但是這個案件也很奇怪 他就問他現在在做什麼 他現在說不好意思 我身體不太好 慢慢年紀大了 我在家裡獎材 歡迎就說 你這個不是你的人 不然職業是你的人 所以他後面也卡住 頭前也卡住 就是都很 很衰 也會這樣說 譬如說我請教你 對 就是都卡住 卡住就多這樣 他如果比較聰明 其實我剛才說 那個判決 另外一個判決就說 你這個已經接釋了 所以你如果 那個內政部裡面 有一個規定說 原住民 那個獵槍的工具 結構性 要用那個槍口 去把那個槍 那個火藥放進去槍管 其實他們都知道 這都很危險 很容易躺炸 對 那所以在那個判決裡面 他已經把這樣的規定拿掉 也就是說 超過法律的授權 法院不受拘束 所以他那個 土造的長槍 他可以激發這個 制式散彈 或什麼的 非屬原住民業槍 這個我們這個案子 其實是有違反 剛剛我講的那個 最高法院 102年台上至5093號 刑事判決的一個看法 就是進檢法院也已經有破過了 對 而且那個要是製造 我們這個 僱罩而已 所以變成說 這個 我們現在一個 比較重的案件 就是王先生這個案子 他最高法院的 就進台消息而已 他就是說 這個 除了獵槍以外 子彈也要自己做 這還要符合原住民 文化允許的方式製造 其實這也是這個 破個理由創設 對 因為什麼叫原住民 文化允許的方式製造 這真不確定 這個部分 我相信已經有一個 102年的 刑事判決 已經說這個 自製列槍 是不是一定要 符合這個 內政部裡面這個規定 其實是不必的 對 而且他又為他文化生活所需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 我們認為說 他真的是 這個判決裡面真的是有 判決違背法令的一個情況 這樣 而且類似的案件 其實在這個台東地區 有的 撞到的 用列槍去打獵案件 整個都沒做 台東花蓮高分院這個都有 有的是說 我們爸爸給我 或是說 別人送給我的 那供我生活 我要去打獵或什麼之用 這個也有 對 除罪的規定 那反而我們在這個案子裡面 完全沒有講到這一塊 他只是停著這個警察局的鑑定 對 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鑑定報告說 你這個槍炮就不是 不是自製列槍的範圍 你已經 比較先進了 雖然不是自製 是一個土造長槍 但是已經比較先進 比較 比較新穎了 這不是你簡單的那種自製列槍 好 你說的這個法論 規定的也很細緻 對 他說他對這個原住民怎麼自己做一支槍 有一定的看法 對 另外一種是說很プロ 可能就買來 自製手槍 對 可是你這支呢 這個優於 這個可能是法官想像的 可是當然還沒到プロ 可是這樣就 大家就在說明說 難道我們不能享受這個科學進步的一個那個 原住民就只能一直用那種很劣質的 然後一天到晚糖炸的那種那種 那種獵槍來打獵嗎 對 來 我們現在就有好問的是林靜雯律師 就是這個法府 法府的資深律師 在說布農族 王光璐先生 其實他是 真的說是去找到一支槍 去打獵 主要是讓媽媽吃 結果就這樣子 對 那我們再請教一下說 因為現在 當然這個社會有很多 生意 主要是因為一支說 總是你說獵人 假設我們一般人 你給我10幾千 我也獵不到東西 他就是有這種文化背景 還有這個需求 對 他們其實就像獵人 其實我們也問過了他們一些朋友 還有王先生本人 他們不可能 現在不可能你寫說職業叫獵人 這是怎麼如何維生對不對 但是狩獵文化其實是他們原住民 沒有錯 必須訓練他們膽識 等於成熟這樣子的一個文化模式 大家都必須要去訓練如何去狩獵 尤其是男孩子 我想說這個社會有很大的 歡迎對這個案件 對 主要是覺得說 他的破片跟他做的事情 相當覺得不對價 不對 非常的不平衡這樣子 對 真的要這麼重嗎 對 那在後禮拜他就 後禮拜嘛 就要入肩服刑 是 你們這裡又 入肅這邊可以做什麼 目前我們已經緊急的 像這個 就是執行的單位 就是台東地方法院檢查署 提出了這個 申請延緩的執行 然後 對 另外我們就是我這邊 負責這個非常上訴的一個 一個申請狀 申請的一個案件這樣子 那我們近日內也很 會递出去 對 對 對 那另外還有視線這個部分 就由我們周漢威州律師 這個視線的部分 那一般人都 一般人都 正常生活對法律沒有那麼大的需求 對於視線覺得很高超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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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也跟王先生溝通過了 在這樣 這個最 等於說最後這個緊要的關頭 我們認為說要以這樣子的一個 他這樣的一個個案來當作是一個 後面的 不管我們這個案子做 當然是一定要盡力去援助他這樣一個案子的一個後續 那我們也很希望說 因為王先生這樣子的案子呢 就是 創設一個很明確的對這樣這類案子的一個 一個定義性的一個解釋 所以我們才會提到大法官的視線 對 那這個部分是由我們同仁周漢威州律師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請問這個周漢威州律師 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 周律師 你好 是 你負責的部分是替這個王光路先生視線的部分 是 是 那這個視線 你先給我們說視線一下解視線吧 視線就是說 現在很多法官的見解不一樣 這個法官說這個法官對 那個法官說那個法官對 人民就不知道該怎麼講這個法律 但是這個法律就在那裡 那如果是說我們今天提出非常上訴以後 最後法官也是認為說這個案子不求 就這樣確定下來了 那我們只有一個最後方法就是說 請台灣最大的大法官出來 他們出來說這條法律是怎麼對是怎麼不對 那我們認為說 之前很多人在生空氣槍對不對 對 以前你生空氣槍你把它改造 超過一定的殺傷率的時候 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八百 真的啊 五年 但是就是有人這樣改造之後 你怎麼不會覺得這個太重 有比較重 有比較重 所以大法官解釋 669號 你就有說 你哪一個空氣槍你哪有這麼重 你要去修改它的法律 所以現在在我們的槍炮彈藥刀卸管制條例 剛才林律師說那個部分 空氣槍就會做一些減刑的規定 你想喔 現在空氣槍人在玩的BB槍那有文化 怎麼有傳統 沒有 沒有嘛 但是空氣槍在法律上 經過大法官的這樣處理 都可以修法了 今天我們這是原住民的傳統文化 他拿這個獵槍 是去獵本來傳統文化的獵物 如果說這個法條沒有改 這樣有道理嗎 對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想說 如果真的飛鎖也沒辦法 暫停指示也沒辦法 我們就到大法官面前 來講好最少 看這條是要怎麼處理 這樣 我周醫師中做一個所謂的 這是算最後的法律救濟的手段 是 是 是 因為這看伴下去了 非常上訴了 是 要申請了 還是都沒效了 那釋憲 整個像說一個人 有點像 可以說法律上 應該說要走投誘路 是啊 他也變成 去釋憲 去解釋這些大法官出來解釋 是不是也是已經一種 我還可以說 他比較刑而善的一種法律方式 我想這樣想 因為 這個台灣母母也知道 72年政經 只有用刑法 186條 在管理 軍用的手指 和強制 但是72年之後 因為當時政府覺得 那錢的治安很壞 所以說他把這個部分 很嚴重的加以刑法 都沒想到這個 因為72年的時候 都沒想到我們 山頂還有在打獵的原住民 都沒想到 八十六年的時候 才加上了什麼 才加上了說 今天原住民 哪是利用自治的你的牆 你也可以減刑 嗯 八十九年的時候 我們人民的意思 又在進一步了 嗯 才覺得說 好啦 那我這個部分 只要給你行政法 罰個錢就好了 對 你不用 一定要去刑法 嗯 我是覺得說 現在我們的社會 已經進步到 這個狀況了 嗯 我想說 社會上的大眾 應該都可以了解 我們對這個原住民 嗯 以前去抓去關的那個原住民 就是現在 王先生如果是 真的非常上訴 延緩執行 都沒有辦法 他也要去服刑 在二十一世紀的現在的台灣 你敢不想說這個部分 太多嗎 嗯 我們對原住民 不用放一個失禮嘛 嗯 所以說這個部分 我們想說 雖然看起來是說 這個部分是最後的救濟 但是為了我們的原住民 為了原住民 為了原住民的文化 我是說這個部分 也必須要去做 必須要讓台灣這個社會去討論這個事情 對 那一個視線 因為新線 開始做到一個結果 差不多多久 這個部分很難說 這個部分有很近 幾年 但是五人也放在那裡 蛤 你敢說五人 我們說這個手法 讓人很相信 就是說這個時間實在是很慢 但是人的生命是一點一點的簡短 因為他說他媽媽也九十四歲 是 所以說這個部分 我們很發福 就要快來處理 我們可能看幾個月 或是後幾個月 我們就來處理 我們就拿出來 希望說這個大法官 或是說我們最高法院 或是說最高檢察署 有一些有良心的法律人 也可以說出來 我們來嚴正的 我們重新的 再看看這個案子 再看看這些法律 希望說藉由這個案件 我們大家這個社會 台灣這個社會 一點一點進步 所以其實做换衛律師 我們現在在討論 視線這部分 我想已經 我們這邊的立場 已經不是純粹為了王光露先生 已經到了另外一個 對外出面的文化 要怎麼自己尊重 不要有太不對價的刑期 所以說提出一個視線 因為因為時間不一定 那最快會不會人都關回來 還在視線 對這問題在其他的案件 是有這個狀況是沒有 因為他現在是三年七個月 可能在法律上 他可能兩年完就可以 假釋了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如果是我們的 大法官卡手卡板 真的是可能人回來 這個視線要不出來 但是我們為什麼 有這麼一個人關心 就是說這個事情 是一個不正義的事情 不正義的事情 對 那如果說 說到技術上 說視線出來之後 有感覺說 這樣真的不對 我們人也讓你關起來 那會變成怎樣 這個大法官有很多的選擇 他可以說這個部分 完全就是不好的 但是這個部分的時候 對這個案件就有幫助 他就可以再審 要求國家賠償 像江國新這個案件這樣 但是這個看到的 大法官的理由的時候 他也會選擇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說這個部分不妥當 但是你立法理會員 讓你一年 或是兩年 或是三年的時間 你去慢慢改 這樣部分就沒有往前的效力 是往後的效力 但是我們是這樣想 在現在的台灣的社會 還有很多原住民 他們的傳統文化裡面 走列是他們一個女子 大小的時候 最重要的這件事 也是很多事大 他生活的一部分 我們應該去尊重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想說 用這個案例 可以做一些經歷 做一些突破 好 這樣很清楚 我們很感謝 謝謝主持人 這個祖漢威律師 和今天林靜雯律師 來講這個王冠軍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 拜拜 拜拜